財務比率3 現在我們再繼續 談一談財務比率3 在談這個之前 我還是想提醒大家一下 這個官方 所要求公布的財務比率 我們就到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了解到 它有在財務結構方面的 也有在償債能力方面的 還有經營能力方面 以及獲利能力方面 我想大家如果有真的 照著我們這種課程 一步一步的規劃的話 我覺得目前來講 慢慢的基礎應該就會比較有 也了解某些部分的 財務上的意涵 那在獲利部分 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說所謂的 這個杜邦方程式 那杜邦方程式 它到底是要講什麼 其實它主要講的就是 要講一個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坦白講就是講這個東西 那我也跟各位分享過 說為什麼 股東權益它的重要性 不外乎8倍對它很喜歡用 再來就是說 各位 市場上 它這個朗朗上口的EPS 它坦白講是有它的一些缺失的 那看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 是足以把它導正的 但是股東權益報酬率 它只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對我來講 我現在20不錯 但是如果過去是18勒 或是過去是25 22 但現在變20勒 我怎麼知道說 我公司的經營上 到底這是哪邊出了一個問題 這坦白說我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杜盤公司 在過去 它就有一次 它就把這個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它大概是神來一筆 這個自己再讓我們推導一下 它就把它拆成說 我這個權益的報酬率就是ROE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成 比如說像我這邊寫給大家的 這個淨益除以總權益 那是不是淨益除以總權益 那我們再把資產分子分母各一個 那我們再變成淨益除以資產 然後再乘上資產除以總權益 那淨益除以資產 是不是就是我們看到的資產報酬率 那資產除以總權益 因為資產等於負債 總負債加總權益嘛 所以就等於這個權益乘數 那也就是說你看到第四行 資產報酬率乘上一加上 負債處以權益 那這邊負債處以權益 這邊也可以跟大家補充 我們一般財務上 我們在講這個資本結構 也就是英文我們講的這個 capital structure 基本上就是說我們要從 看說這個公司的經營上 從債權人來的資金 跟從這個股東來的資金 佔整個總資金來源的比例 那基本上來講 負債處以權益 其實就是在看這個東西 那也是在看一下公司 這個財務槓桿的實用程度 到底為何 那之後我們再把它拆成 這個盡力處以消貨收入啊 消貨收入處以資產 然後資產再處以權益 也就是等於最後 不 and up 這個 這個等於是一個存益率 然後資產周存率 跟權益成數 那換句話講 你在看這個第三行 跟第四行 這個權益的報酬率 等於它的資產報酬率 乘上1 加上負債權益啊 換句話講就是說 如果一家公司啊 它讓它的ROE提高啊 主要不是在它的資產使用方面 的效益提升 或者並不是在它的營運上面 讓它的經營更有績效 而是它在操作它的財務槓桿 那各位想想看會怎麼樣呢 所以你可以從第三行跟第四行 如果我今天公司 我把我的財務槓桿增加 也就是我的局債增加 坦白講 其他不變的話 你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就會提升 那這樣是不是有盲點 我當然並不是說 公司局債增加的話 它ROE增加是不好的 我沒有這樣子說 我只是說 你假設是一個投資者 你完全都不知道說 ROE可以拆成這樣細項的話 那如果說 公司它想要這樣去操作它的話 基本上你看到的就是 最後的一個 公司的ROE不斷的提升 那這個只是說 提醒一下 這邊要很特別注意啊 這也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把 股東權益報酬率再細分 因為可以讓我們看到 比較個人全面的 所以我再一次 就是杜邦分析的話 主要是要把 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 然後拆分成三項 這個權益率 資產周轉率 跟權益成數 之後還會再拆成五項 等等 我會跟大家提 好 那拆成三項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三個面向 我們用三個代目巡 來看它 一個是我這邊有提到 營運的效率 那營運的效率 我們看的是什麼 看的就是存益率 對你公司 你每一塊錢的銷售 是不是可以為公司創造出多少的稅後經歷 那你當然要 在它的獲利要好之外 你的成本控管也要好 那這邊看到的就是一個營運面 就是Operation 我們看到的是營運面 那就是公司的營運有沒有效率 你有效率的話 你的存益率就會提高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資產使用率 也就是我每一塊錢的總資產 能夠為公司創造出多少的銷售額 那這個當然越高的話 公司的資產的使用 是越有效率 所以這個我們看的是一個 公司的一個資產的使用效率 那最後 以權益陳述 我剛剛跟各位強調非常多次了 這個就是一個財務槓桿 也就是看到一家公司的融資的一個策略 還有它的一個資本結構 它大概比例的分配大概是如何 那如果大家了解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個 這個我們叫做擴展式的杜邦方程式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 上面它是一個權益報酬率 那各位會想到我剛剛跟各位提的 權益報酬率可以等於我的資產報酬率 乘上我的權益陳述 那資產報酬率又可以等於什麼呢 資產報酬率是不是又可以細分為 存益率跟資產收算率 好那存益率是等於什麼 存益率是等於淨利出於銷貨收入 那淨利怎麼來 淨利一定是銷貨收入 可以從總成本這兩個面向來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圖上來看 銷貨收入上面有 折舊費用利息所得稅 那總成本這邊有銷貨成本 跟這個管銷費用 也就是說它有一些是直接成本 那也有一些是間接成本 那換句話講 如果你跟你公司過去來看 每一季或每一年來看 假設你的ROE有改變 那你發覺你的改變是在存益率 也就是存益率不斷的下滑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細看說 到底你是銀運面上 是成本上控管出問題 還是你在銷貨收入上面這邊有 有作為減少或怎麼樣 那減少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提升它 你的行銷的策略是什麼 還有你公司的策略 要怎麼樣去應應這樣子的一個行銷 也營收的一個減少 那換句話講 假設說你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如果公司的存益率不變 那它的財務槓桿的使用也不變 但是它整個的改變在於 總資產周轉率 那你就會看喔 總資產周轉率它是不是可以細分為 它的消貨收入去處於上它的總資產 那總資產又包含 附近資產跟流動資產 那流動資產部分就是現金 約到現金 還有應收帳很存貨等等 那固定資產是不是就是資本支出 就是比較處於長期性的 我能夠為公司換取回歸性收益的資產 機器設備等等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喔 如果公司的資產周轉率出問題的話 或是它逐漸的下滑 那你第一個就要去看 公司的進銷存貨的生產的這一塊 它到底有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 你如果存貨堆積太多 你不僅會有資金的壓力 你會有長處的成本 你也會讓整個資產周轉率減少 或者是你應收帳款太多 你一直賣出去可是錢收不回來 你的總資產還是會增加 這個也是很小心的 或者是你現金太大 現金太大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因為cash is a king 現金為王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會挑戰說 你是不是把大多數的錢 去擺在這個短期部位 而且你是忽略把它放在長期部位 能夠賺取比較高報酬 所以你看 你如果總資產太龐大的話 你不僅總資產周轉率會下降 其實 你更應該要去看看說 你在流動資產這三個下面 它的比例是如何 那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這個因應之道 去做一個解決 然後如果固定資產呢 坦白講 我在之前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我們有一個叫固定資產周轉率 我們這個要看的是 公司的一個生產率 如果你的總資產太大的話 那絕大部分是來自於固定資產 那也有可能有一部分是 是不是有一些閒置的資產 或者是說現在剛好產能沒有用到的 你的因應知道是怎麼樣 這些等等 其實你都要把它做一個處理 那處理的話也就是讓它瘦身 讓我們每一塊錢的資產 能夠創造出比較大的一個銷售額度 那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你就可以去解決說 你這個ROE 就是股東權益報酬率逐漸下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假設我這樣看 從過去來看 我的存益率沒有改變 我的資產周轉率好像也是 大概在這個範圍之間也沒有改變太大 主要的原因是我的財務槓桿的使用 然後導致我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增加 那這不見得是壞事 可是你要去看說 這個財務槓桿的使用 到底公司它的舉債是用在哪裡 如果是它用在長期性的資本支出 那當然要擴產啊 機器設備啊等等 或是研發投入等等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這個就不見得說要去太擔心什麼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提醒 那換句話說 所以說杜邦方程式它主要就是說 它把股東權益報酬率分得更細 存益、資產周轉率還有權益成熟 然後你可以從營運面、資產使用面 跟融資這三個面向去看 讓它看到一個更全面的 那也比較容易去找出它的問題所在 提出一個硬硬的解決之道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再給大家看喔 第一個就是原來的杜邦方程式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把股東權益報酬率拆成三個 也就是說我這邊有看到的 淨利率A、資產周轉率B、權益成熟C 這也是跟剛剛講的是一樣 那我們如果創新的一個模式咧 我們是不是再把它變成說 我們把稅後淨利儲以營業現金流量 然後再變成乘上營業現金流量 儲上營業消耗收入 那後面資產周轉率跟股東權益成熟 所以我這邊保持不變 那我們這樣怎麼來解讀它咧 我覺得公司我每一塊錢的營收金額 能夠為公司創造出多少的 從營業活動來的現金流量 我現在看的是一個現金流 因為財務管理講的就是一個現金流 那我每一塊錢的現金流 我能夠去創造出多少的這個稅後經歷 那我講的就是從現金流量的概念 所以我又把ROE股東權益報酬率 又跟我的現金流量的概念做一個結合 那你再變成拆整是一個五個面向 那你就可以去看說 到底公司它在哪一個環節有沒有出問題 或者是它在哪一個環節做得特別好 如果是它在第一個營收 每一塊錢的營收創造出來的營業效果 現金流量不多 那你就要去想想看到底為什麼 那才有辦法去做一個解決方法 那第二個我們猜得更細 比如說淨利出於稅前淨利 然後稅前淨利又出於洗錢 稅前洗錢淨利就是EBIT 然後EBIT再去處於它的營業收入 也就換句話講 我要看公司每一塊錢的營業收入 那我能夠創造出來的EBIT有多少 有跟營運有關的 跟operating有關的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然後再看說 我每一塊錢的EPIT 我能夠帶來多少的稅前淨利 那稅前淨利是不是看本業跟業外的 那我再看說 我要看淨利到底是多少 那扣掉稅之後 那後面兩個總資產收創率 跟權益承受那是保持不變的 也就是說換句話講 我們從一個最原始的一個杜磅 我們還可以去延伸成其他兩個 這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接下來就讓大家看一下幾個圖形 你可以看喔 我們在做這個分析啊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看 這家公司叫如宏 它整個的 這個總資產周轉率啊 權益承受跟稅後淨利率等等 還有ROE啊 那你可以看喔 資產周轉率跟稅後淨利率都會上升 然後帶動這個ROE的提高 所以你就可以回想看看我們之前講的 你拆成存益啊 還有資產周轉率跟權益承受 你拉台的話 你就會帶動它ROE的提高 好 那ROE長期走低的話 它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是鴻海的case 那你可以看 它ROE長期的走低 ROE應該是偏橘胜那一個 那我們後來先看出來 主要就是它的淨益率的衰退嘛 好 這個就可以讓你看出來說 它到底是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前面兩個好像差異不大 可是它淨益率衰退的非常多 然後再來就是 降低負債導致ROE的下滑 那你可以看它的負債比率是哪一個 負債比率就是我們看權益乘數嘛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權益乘數如果下滑的話 它會導致它整個ROE的一個趨勢的一個下降 所以可以從這邊來看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股東權益報酬率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除了說 我們去補足我們美股盈餘的一些缺失之外 規模之外 那最後就是它又可以把這個股東權益報酬率去拆成三個 就是稅後存益 存益率 資產租存益 跟權益乘數 那你就可以照我剛剛這邊秀給大家這幾個圖 幾個公司的 你把這個趨勢 比如說存益率的趨勢 資產租存率的趨勢 還有股東權益的這個 不是股東權益 就是權益乘數的趨勢 那你再把整個ROE的趨勢看出來 那看如果ROE有改變的話 到底是哪一個在改變 那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杜房方程式 再跟這個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再跟這個洗錢稅錢淫餘這個比例 來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就可以看出 有另外兩個延伸出來的 這個杜房方程式 最後你再導入說 你要去找問題 那我們就要回到 這個擴展式的杜房方程式 我有給大家那個樹狀圖 那你去找出問題到底在哪裡 那我想這樣子就可以去看出說 公司到底現在 到底是營運面出問題 還是它的資產面的使用出問題 還是它的融資角色有問題 那這樣子看一個 經營是比較的一個全面性 這對大家會比較有一點幫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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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